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莲是个相当体贴的人 没等李妍再开口 她便接着说 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在移民局和警察局都有熟人 也许能为您提供进入圣弗朗西斯科的许可证 李妍抱着肩膀 没有说话 真莲压低声音 城里的蒸汽警备奈何不了你 但硬闯的话 无疑会产生一些本不必要的麻烦 我当然没这个打算 李妍一口否定了真莲的猜测 不过 你说了蒸汽警备 是那个晚言吗 李妍话头一转 他指的是跟在工人党身后 几具高过两米 黄铜制的全覆盖铠甲 他们手持流炮 两肋旁边有涂红漆的发条 背后是蒸汽引擎 颤抖不修的排气管 正喷吐出浓郁的雾气 那是恩费尔德公司 推出的熊市蒸汽单兵 是比较常见的蒸汽警备之一 李妍只是轻轻瞥了一眼 就一看目光 那我去你说的 有能力为我提供许可证的人呢 乐意为你笑了 请跟我来 在繁荣的圣弗朗西斯科脚下 是大片的工厂和船部 横屋拼凑出的道口狭窄阴暗 两人转过几条破旧的街区 李妍眼前的巷子 豁然生出了几分熟悉的民俗特索 在剧院教堂零次致比的异国他乡 眼前的建筑和行人 却带着浓郁的中国特索 窗户边挖着鸟笼和蔬菜 门口立着烟袋锅子 街上的摊子上 摆着唐人 花脸面具和香包 甚至有人打着赤膊 挥舞着后背关刀 在卖艺 真莲走到一栋老旧的红色瓦房前面 门口站着两个瘦弱 却眼神凶狠地看守 他一把拉下自己的斗篷 淡淡地冲两人说道 红灯会的真莲 要见你们的龙头 两人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二话不说就往里走 另一个则是恭敬地说道 请稍等 我们需要知会一声 真莲汉手表示同意 但他抽了抽鼻子 脸色立刻一变 尽管真莲很好地掩饰了下来 但还是叫李延注意到了 李延轻轻地问道 有问题吗 真莲抢笑道 当然 没有 没多久 方才进去报信的人才出来 梁先生 请先姑进来 真莲没有动作 而是冷冷地回答 换作别的时候 梁慧应该叫他的儿子来迎接我进门 而不是随便拆遣一个加入和尚没几天的葱头敷衍我 那人的脸色变了又变 但最终还是平和地说道 梁绍今早就出门了 他不在 真莲盯着这人看了几眼 才侧开身子向李延鞠躬 李延的眼光 从刚才一直停留在街上耍关刀的麦一者身上 直到这时候才收回目光 率先进门 真莲紧随其后 有人领路 很快李延就来到了一间偏房 黄花里的罗汉床上 躺着一个老头子 脸上除了一道长长的刀疤 还有不少的黑斑 两三无肉 皮包骨头似的 身上更是带着一股鸦片膏子的浓腻甜香 他见了真莲 颤悠悠地扶着床榻起身 双膝下跪 一边咳嗽 一边说道 伟大 伟大尤格的信徒良辉 拜见仙姑 我需要一张进入圣弗朗西斯科的许可证 今天晚上就要 真莲的神态移植气势 与面对李延的态度 太说良人 名叫良辉的老头子没有作答 顺眼惺忪的 貌似没有听清 怎么 有问题吗 真莲说道 良辉摇了摇头 这需要移民局和警察局的文件 并不是容易的事 今天晚上 恐怕很难办到 那需要多久 到八连老头叹了口气 慢悠悠地自己站了起来 不顾真莲的冰冷神色 三五天吧 也许更久 仙姑不如到时候再来一趟 三天 还是五天 我在来的时候 你一定能给我许可证吗 真莲不动声色 道八连老头直摇头 哎 不好说啊 不好说啊 良辉 真莲白嫩的脖子抱起青筋 你这是在戏弄伟大尤格的仆人吗 伟大尤格 良辉喃喃自语 他坐在床边 慢条丝里地说道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真莲 立声道 那就向红灯会 证明你的忠诚 良辉不为所动 苍老的脸上 浮起一丝冷笑 我的忠诚 我想这些年 已经证明的足够多了 我的和胜拔空 这胜负朗西斯科 一半以上的鸦片生意 这其中 有多少入了红灯会的口袋 仙姑心知肚明 伟大尤格需要活祭品 可我要花多少人脉关系 百平警察局的争气警备 对红灯会的注意力 这些 仙姑难道没有看在眼里 真莲听了 冷笑连连 如果没有伟大尤格的 威能照耀 你以为你这把老骨头 还能活到现在吗 的确 那么问题来了 梁晖叹开双手 如今伟大的尤格 还能用他的威能 照耀我们 真莲脸色一变 昨天夜里 红灯会的祭祀失败 伟大尤格的神迹 从此断绝于事件 像其他的旧神和古代暴君们一样 永永远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梁晖叹 梁晖继续道 先姑 请不要小看我的情报关系 和圣只有一个 但异教徒可不止红灯会 太平歌会 海鸥十字旗 我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而你真莲 你也不再是旧神的仆人 你只是个娼妇出身 侥幸得到记载旧神 事迹的太阴秘典的神婆罢了 所以 你就联系了太平歌会的人 真莲的目光连连闪烁 我老远就能闻到 他们身上的臭味 树岛呼寸散 这再正常不过 梁晖的脸色冷如尖兵 真莲咬牙切齿 尖着嗓子骂道 梁晖 你的短见和愚蠢 简直让我发笑 不错 伟大尤歌的确离我们而去 但红灯会 迎来了一位远比尤歌 强大和神秘的主宰 他的智慧和威能贯穿时间长河 是你这种侏罗无法想象的 梁晖却并不为所动 尤歌是太阴秘典记载 最古老的旧神之一 经历过两次新旧皇帝的交替 亲自侍奉过宏观皇帝的伟大存在 他曾经和八家之犬对峙 在肖王之地直面过黑袍皇帝 也只有这样古老的神明 才能在新世界的大潮下留存至今 你倒是来说说 什么样的主宰能比他更加强大 真怜有些气短 他曾经将太阴秘典和梁晖共享 那是一本记载过去和未来的残破书籍 他机缘巧合之下才得到的 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伟大尤歌的事迹和踪迹 真怜也是通过太阴秘典的残缺仪式 成功唤醒了伟大尤歌 可对于李延 真怜除了从尤歌口中得知所谓外神两次以外 再没有别的信息了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失去了和尚的支持 红灯会几乎立即就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 旁的异教徒和警察局会生死了真脸 这个尚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几乎尖叫出来 这位伟大的神明 他将带来新的皇帝交替 昔日的黑袍皇帝手持雷电和钢铁 将年迈的宏观皇帝驱逐 而黑袍自己 也将被这位年轻的神明改下台 蓝衣皇帝 重新决定万物的秩序 秩序 李延一直冷眼旁观 听到这 颇为讶异的看了真怜一眼 他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 我里头穿的是蓝色羊毛衫 而这一眼被真怜误解为鼓励 他更为热烈的为李延鼓吹 梁徽却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 这个年迈僵死的唐口龙头 力声喝道 我不管这个世界是宏观皇帝 黑袍皇帝 还是蓝衣皇帝来主宰 谁能延续我的生命 我就奉谁做我的主子 你想拿到许可证 想继续要我支持红灯会 就让我见识见识你那位神明 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 他话音没落 自己的手腕已经被李延一把钻住 梁徽悚悚然一惊 你要做什么 李延摘了斗篷直视梁徽的双眼 我不需要你任我做主子 我想和务实的聪明人做笔交换 梁徽没有来得及再开口 一股浓烈充沛的生命力 从他的头顶顺利游而下 他只觉得耳朵一阵轰然 就是雅刻 能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任意生命体 调整到自然生长 能够达到的巅峰技能状态 且无任何副作用 梁徽的立鹤惊动了屋外的把手 早就有心里准备的 他们手持短刀和手枪 一窝蜂地冲了进来 而屋里的一幕 却将这些打手们彻底愣住了 梁徽居然哭了 和尚的龙头 那个以凶狠狡诈著称的老痞子 此刻泪流满面 乌黑的披肩发 饱满的脸庞 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刀疤 他勾搂的身子像是被冲了气 整个人顿时挺拔起来 脸上出了些许皱纹 几乎看不到任何岁月的痕迹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